4个部分 首先呢是简单的介绍我们的Mock系统 然后介绍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这些资源 和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最后呢 简单的给出两个这个demo吧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Mock系统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是从2017年1月份开始规划的 那么2017年6月份呢 我们完成了我们的ICU 之后我们进入了比较紧张的开发工作 那么今年4月份呢 我们的主网正式上线 当时提供了主要的母链功能 就是可以开始挖矿 那么在6月份呢 我们的子链推出 那么就在8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子链正式的连到了测试网和这个主网上面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我们提供的工具呢 编写主链合约 也可以编写子链合约 那么我们今天的介绍呢 主要是开发者工具 那么之后会有相应的介绍 主链合约和子链合约的部署功能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母链吧 这个母链英文我们称之为mother chain 它主要是由这个validation node来组成的 这个和以太坊系统比较相似 但是在以太坊系统中间呢 它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矿工 也就是说要通过这个计算 来这个获得挖矿奖励的这些节点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monitor 也就是他们并不承担这个挖矿功能 但是呢他们通过监听这个网络呢 提供一些这个root 网络的系统的入口 并且呢会随时会提供这个网络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们多出来的一种呢叫做是proxy 这个proxy的意思呢 实际就是子链的入口 也就是说我们的子链呢 都是要通过这个母链节点来接入整个这个磨合链 那么在主链中间呢 它的共识方式就是pow 也就是所谓的挖矿 我们目前的算力呢可以保证相当相对大的安全性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子链 子链呢我们一般称之为microchain 或者也有叫subchain 子链节点呢是一类特殊的服务器 它们这些服务器呢它们并用不着进行这个GPU的挖矿 它们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连到主链节点上之后呢 接收子链的信息 并且对子链的信息呢进行验证 从而呢达成子链共识 我们的子链呢实际是一种逻辑子链 我们称之为smart contract as a microchain 也就是说为了部署子链呢 你并不用 并不是说你起多少个SAS server呢 就要补多少个子链 而是这样呢就是SAS server相对于子链是独立的 一个SAS可以同时承载多个子链 那么部署子链的时候呢 你所做的呢只是把一个子链合约 发到我们的主链上面去 那么主链系统呢会自动为你的子链合约呢 挑选合适的这个子链验证节点 这个呢我们会在之后的子链系统中间 会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 下面呢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们 默克系统中间的这个Dataflow 那么基本上所有对我们 默克系统的这个交易的调用啊 合约的部署啊 和调用合约都是要通过这个API层 那么API层之后呢 是直接连到我们的vnode的节点 那连到vnode的节点之后呢 节点会把这个收到的这个API的命令啊 根据它的不同 首先是发到所有的这个 嗯 vnode的节点上 那么如果这个vnode的节点 它连了 它是那种proxy 也就是它连到scs节点 它可以根据命令中间的处理 来判断 是不是要把这个信息发到scs上面去 那么scs呢 会在接到信息之后呢 对其中的对付属于自己的那些自然节点 信息啊 进行验证 那么完成子链的共识 然后再把信息返回 vnode vnode呢 会把这些信息继续 广播到所有的这个vnode的节点 那么如果一个vnode的节点收到这个信息呢 也会发给自己前用的scs 那么这个scs呢 也只有在承载这个子链的scs之上 它才会对这些信息进行验证 scs呢 一定要和这个vnode 做一个注册的过程 同时也必须相信这个vnode 这个 它传过来的信息都是正确的 那么vnode呢 也需要提供相对的比较高的这个网络带宽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这个防止在scs节点之间 它们如果有恶意节点的话 我们可以防止这些scs节点之间互相攻击 因为它所有的这个传递信息 都必须通过这个vnode的节点来进行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旦想对其他的scs节点进行攻击呢 你没法直接攻击它们 你必须直接攻击 你必须攻击的是这个整个主链 而整个主链呢 由于我们现在有pow的这个算法 和足够多的算力保证 它的安全性是相当的高的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默克系统提供的这个主要的资源 那么当然了 默克系统的主网 是我们资源的主要入口 大家去主网的这个地址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网中间呢 有专门主页上面呢 会提供一些简单的介绍 包括我们的这个roadmap 还有这些我们的白皮书 那么如果你要点这个resources呢 它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视频呢 这个通知啊 包括一些简单的这个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当然对developer来说呢 对大家的开发展来源 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这个里面呢 大家可以联到我们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档 也会联到一些相应的这个solidity的这个信息 当然了也有这个先用的这个培训的视频 那么community呢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到我们 我们现在主要用的呢 一个是通过github 然后还有相应大家看到的这个网 这个YouTube视频 另外还有一些telegram 这个呢实际在我们的主页中间都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这是在developer的这个网站的链接上面 那么除了developer网站之外呢 我们还有三个其他的网站 先介绍一下 一个叫mockwalletonline.com 这个呢是我们系统开发的一个 简单的界面 它提供了在线的mock系统的接入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呢 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产生一个新钱包啦 然后可以这个 又如果用你新钱包的这个key store 你可以发送你的mock 当然也可以签名之后继续发送 或者检查你某一个交易的这个状态 也可以看你本身这个账号的这个balance 那开发者用的比较多的呢 也是我们将要做一个演示的呢 叫做wallet.mock.io 这个呢它的要求 是要求本地起个节点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我们稍后会来减少一下 那么呢 我们另外最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插件叫做mock mask 这个呢大家可以下载的安装 安装之后呢就会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界面 那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 比较容易的来发送自己的这个mock 比如说这些mock 到主网 到主网或者测试网里边大家可以看到 好的这些主要是方便大家使用的一些工具 那么当然了我们的youtube插头中间 也对这些工具都提供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 大家也欢迎大家去观看和使用 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言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github这个网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github mock chain的这个目录底下 我们现在有列了有六个项目 那么第一的这个mock call 项目呢 那么就是我们在发布主网节点的软件和这个自然计算的软件 所以用mock doc呢主要是一些文档 那么chain3呢是javascript的一个接口 mock tx呢这个也是javascript的一个library 它提供的主要是对mock的交易进行签名和发送的过程 那么provider engine呢这个我们是 主要是真为了配合mock mask这个项目做的一个小library 它主要的是提供类似web3的接口 给这个mock mask用 那么mock mask呢就是我们开源的也是在之前一个metamask的项目上修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mock call 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我们会在主页呢发布一些mock最新的更新信息 那么所有的软件包呢都会在这个release里面看到 那么我们最新的发布呢就是filestorm的这个客户端 这里面呢比较多的信息呢还可以在wiki里面找到 wiki里面呢现在是提供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这个信息 当然他们一些具体的这个信息啊 比如说这个javascript library的信息 这还都是英文的一些连接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一些就是数语吧 或者说是函数这些东西都在这里可以找到 好的 为了开为了在这个mock上 mock系统上面开发这个dapp啊 那么第一个大家需要掌握的那是solid的这个语言 因为呢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台房这个开发的 一个专门用于执行合约编程的一个语言 那么我们mock呢主网主网也是基于一台房开发的 所以对这个语言也是完全支持的 那么有两个网站我们向大家推荐 一个就是solid本身的这个文档网站 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大家可以用 另外一个呢我们对初学者推荐的叫cryptozombies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网站 如果初学者的话呢可以通过它来学习一些 这个区块链的变成知识 除此之外呢 这个开发工具之中呢 大家也可能会用到一个是node.js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还有python和这个java 这都是比较通用的网络开发语句 我们目前来说呢 node.js的这个mock开发 library已经做成 已经做完了 那么python也是做完了 那么java还正在开发中 对于chain3来讲呢 对于javascript library呢 我们叫做chain3 它这个是主要是和默克系统进行交互的一个javascript API 那么它有一个独立的chain3 github repository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例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做两个简单的演示 一个首先就是说是通过word.mock.io 然后呢 来deploy contract 第二个呢 是用chain3.js library 去发送一个交易 现在我们退出这个 大家可以直接登到这个 word.mock.io 这个今天的网速有点慢 大家注意在登录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启动mock节点 它会给出这个 waring 那么 所以我们这里面首先是要启动一个mock节点 我们启动这个mock节点 用的是这个 接入我们的testnet 而且要注意要在这个rps domain这个里面呢 要指定这个work.monet.io 我们现在用的是https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https来启动这个 在大家启动了这个mock节点之后呢 那么过一阵或者可以手动刷新 这个我们这个mock.io的网站 它就会显示出你这个 等节点来一些信息 对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介入了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建议 嗯 OK OK 我刚刚才搞错了 应该看起来我们的https也可以用 但是我们现在还用https的接入 那么好吧 现在这里面看到接入之后呢 这个显示都是正常的了 这里面可以显示到我们在mock的 我们在这个mock节点上面只有两个账号 那么这一点呢 可以完全从你本地的 接入的账号里面看到 这是完全一样的 对 那么 我们点击这里 可以deploy new contract 我们也就是所谓的motherchain contract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那么呢 这个是我们部署一个简单的合约 用这个里面的一个加法合约 在这里面 把新的代码 放到这个框里面之后呢 这个系统后台会自动进行编译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编译的合约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是可以调整这个guest price 然后我们可以调到稍微的低一些 这样就慢一点 然后在我们deploy正式deploy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unlock我们的本地account 对 这个表示解锁成功 然后我们点击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点击部署成功之后呢 它就这里会显示出在creating contract 然后在等待我们的节点那个提交到网络中间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哦 刚刚顶下成功 我们已经有一个confirmation了 嗯 那么这个产生的这个交易呢 产生的这个合约呢 在地址就在这里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合约的功能就是这样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增加 从这个界点 对 对 这样会发到后台 这样会发到后台 就在creaticcontract 那么如果 需要看到它的实行结果 就可以从这个conf来看 对 对 这个里面呢就是实现了对合约的一些简单的调用 嗯 然后 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对合约的一些 这个 执行 啊 部署啊 这个和执行结果 那么另外一个呢 嗯 这个工具呢 比较直观一点 嗯 但是另外一个工具我们要给大家演示 就是用Node.js library 这个Node.js library呢 一般来讲 也是需要在本地启动一个节点的 如果大家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了这个 Node.js library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在里面有相应的这个说明文件 那么主要的例子呢 像例子呢都在这个一个章口 这个文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遇到问题 这个 这是一个啊 使用 默克的 js library 啊 构建一个 在两个账号中间构建一个 交易的对象 这个 这个 RotX对象 然后通过 本身提供的这个 Function Sign Transaction 对它进行签名 或者Private Key 对它进行签名 然后发送的结果 但是这个例子中间呢 少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这个 私钥啊 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也主要是 大家可以用自己 启动的 系统中间的私钥 把这部分 换掉 这样就可以 比较容易的 可以那个 执行我们的程序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找一下这个 把这个 CNN的私钥 考到这个里面来 那么我们这个 实际私钥呢 它的输出 是一个 Hex整数 我们放到这个里面来 对 这是我们一个测试账号 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 视力文件呢 这个系统 发送一个交易 那么从这个里面看到呢 就是这个交易会直接放到后台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交易 现在已经放到了交易的这个铺里面 嗯 因为我们这个 gas price设置的比较高 那么过一会儿呢 它就应该是可以执行成功的 我们可以查到这个交易的状态 对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表明这个交易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写入区块 那block hash是零 全是零 block number是空的 那么我们要等一会儿 这个交易写到区块之后呢 这两个地方就会完全改变 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呢 叫做gate transaction receipt 但是transaction receipt呢 如果你的交易没有写进去的时候 它的访问是空的 你必须等待这个系统 在交易写进去了之后 它以后 嗯 会有证实 会有这个状态传出 一般来讲呢 我们的测试网络 嗯 大概会有10秒到20秒左右的这个 嗯 ok 现在已经进去了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我们get transaction receipt 就会有正式的结果输出 那么get transaction呢 它的这个block hash 和block number也都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交易会正式的发送成功了 嗯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嗯 一个讲座内容 那么我们会在两个星期之后 进行第二次讲座 嗯 也欢迎大家呢 给我们发信提问 那么我们 比较方便的呢 一个是到我们的telegram 这个系统里面去 嗯 我们现在的telegram有 telegram developer 嗯 嗯 在这个里面 这个中国中文的这个telegram 这个官方社区里面可以去看到 好的啊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啊 谢谢大家来参加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